我是古阿末 今天我們要來試玩的這款手機遊戲是 畫風很經典的塔房遊戲 瘋狂的酷酷母 那遊戲一開始呢 直接就進入戰鬥了 我先講一下這個遊戲的故事背景 就是在一個古老的大陸上 有一種種族叫酷酷母 就畫面上左邊這個東西 他們可以使用自然元素這種神奇的力量 然後守護大陸的和平嘛 後來呢 右邊這個魔族就出現了 你可以看到右邊這個紫色的鬼東西 他們就是魔族 魔族呢他們想要搶這個自然元素 所以開始攻擊酷酷母的部落 雙方就這樣打了起來 而我們玩家扮演的就是部落的指揮官 你要指揮這一堆酷酷母部落中的勇士 來對抗這些魔族啊 那要怎麼指揮呢 我們接下來就用幾場不同的戰鬥 來給大家做個展示 首先這個遊戲有兩種模式 你可以看到這個畫面右下方 一種是對戰模式 一種是合作模式 我們先來看這個對戰模式好了 你點對戰模式參戰後呢 會隨機跟遊戲裡 另一個玩家或NPC對戰 比賽看誰先打敗魔族 好戰鬥一開始 每個玩家都有200塊雞腿肉 你用這個雞腿肉 可以召喚出隨機一個勇士 那第一次召喚呢 你可以看到畫面右邊這邊有顯示 10塊雞肉嘛 每往後多召喚一次 都會多消耗10塊雞腿肉 20塊30塊40塊 這樣往上累計 特別的是 你每次召喚出來的勇士 都是隨機的 每個勇士都有不同的特色 會說到什麼 我們不知道啊 再來每個勇士剛出生時 都是零階的 但當你抽到兩隻同類型階級的勇士時呢 你就可以讓他們 交配融合 變成一個隨機的一階勇士 然後以此類推嘛 兩個一階勇士合在一起 就變成一個二階勇士 三階勇士 四階勇士 只是就每次融合 會變出什麼鬼東西 這個也是要看運氣啊 好再來 你一邊讓勇士 交配融合 魔族的士兵 會一邊從這個畫面 右邊攻過來 你得在這些敵人攻到我們 左邊這個營地前呢 將敵人通通消滅 只要有三個敵人入侵你的營地 你就算戰敗了 然後你會和 跟你對戰的玩家比賽看誰 先消滅攻過來的魔族 先消滅的那一邊 就算贏家啊 大概是這樣子 再來你也可以看到 魔族可以對你的勇士 進行一些攻擊嘛 你看我現在勇士被打了 那雙方肉身接觸時 你就會被揍 而每個勇士 都有自己的血量和防禦啊 只是大部分來說 被打個兩三下 你的勇士就死了 所以為了保存你脆弱的勇士 我們得想辦法在敵人 靠近你的勇士之前 將敵人通通都消滅 那這邊呢 有個技巧 可以避免勇士死亡 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你看啊 這我剛剛發現的 在你的勇士快被打死時 你趕快把他脫移 去跟另一個勇士交配融合 就會變成一隻全新的勇士 很棒吧 生孩子的概念啊 不過就算勇士真的戰死 你也不用擔心啦 一段時間之後 他就會重生了 等待一下就行 再來你仔細看喔 我們交配勇士時 我都是脫移某一隻勇士 去往另一隻 站著不動的勇士身上丟嘛 丟了他們會融合 然後融合的時候 被脫移的那一隻會消失 站立不動的那一隻 會變身成進階的勇士 對吧 這代表什麼 代表你可以控制你的勇士位置喔 正常情況下 勇士被召喚出來時 也是隨機停在某個位置上的 你不能操控啊 但透過這個融合的順序 至少我們可以決定 這兩隻勇士 要讓他在哪一隻勇士的位置進階嘛 對不對 好 譬如比較耐打的勇士 比較低的勇士 我們就讓他在後面融合重生 大概是這樣 接著 你可以看到畫面右下方這一排喔 這一排是什麼東西 叫做冰種強化 你可以看你想幫戰場上 哪一種類型的勇士強化 每次強化都會增加25%的攻速 第一次強化的時候 我們會消耗100的雞腿肉 之後每次消耗都要多100 就是200 300 400這樣類推 反正每次都會增加25%的攻速就對了 所以一般來說 我們都會看戰場上喔 哪一類型的勇士 比較多 我們才去強化 這樣效果比較好 再來我們跳到遊戲大廳 看一下這個卡牌 喔對 勇士是以卡牌的方式呈現的 這樣比較方便大家管理嘛 你們應該很常玩這種卡牌遊戲 點進來我們可以看到 每次呢 我們上戰場時可以攜帶5種 不同類型的勇士 上戰場後 你就是花雞腿肉 隨機從這5種裡面召喚一個出場 那每個勇士 你看你點一下 喔可以看到他們的優勢 就是有的生命力高 有的攻擊力高 有的會特技 那你再看喔 每一張卡牌本身是可以升級的 雖然每次升級 都只能增加一點點屬性啦 只是加多了還是很強啊 你上戰場一造出來 就是很強的存在嘛 那我們要如何獲得 更多不同類型的勇士呢 這個 這個還用問各位 當然是去商店抽啦 去商店買啊 喔你可以用對戰中取得的 這個遊戲金幣 來購買勇士 同一個勇士重複抽到之後 可以在我們剛剛那個卡牌介面 當升級材料嘛 那如果你嫌金幣賺得太慢 怎麼辦 不怕 你可以直接買寶石對吧 然後抽寶箱 喔點開寶箱呢 你可以看到這些勇士的種類分成 喔有傳說 就是素質最好的勇士嘛 他們都會特殊技能 再來是史詩 喔稀有 最後是普通 這個普通類別的勇士 其實也蠻重要的啦 每個勇士都有自己的特色嘛 就是普通卡牌 你懂的 他比較好抽啊 所以你可以一直拿來餵食 幫你這個普通的勇士做升級 再上戰場殺敵 威力也很強 雖然說那種傳說的勇士 看起來一開始屬性比較強 但他難抽啊 抽卡大家都懂吧 對不對 比較強的一定比較難抽 所以他的等級相對會比較低 就是各有好壞啦 那我這邊就隨性的介紹幾隻 比較強的 我自己覺得比較強的勇士 給大家參考 呃 譬如這個幻變祭士 他很特別 他有很重要的地位 因為他可以跟任何勇士 進行一個交配融合 讓你快速得到高階戰力 是個很萬用的角色啊 再來我們看這個 部落頭毛手 他是直線穿透範圍傷害 而且對付偶數個敵人時 會增加被傷 輕敵很快就對了 再來我們看這個 喔稱號很屌啊叫暴龍號手 這是一個可以干擾對手的勇士 喔 你只要讓暴龍號手 每次交配融合時 敵人的勇士就會暈眩個幾秒 非常急白啊 他是一個干擾敵人的勇士啊 勇士看一看之後 我們來看一下 剛剛有提到一個合作模式嘛 合作模式就是 和另一個玩家一起對抗魔族 這個 合作模式裡面的敵人會比較強啊 而且一天只能打三次啊 就主要可以用來拿到很多金幣 金幣這個取得方式 除了解這個每日任務 還有每日簽到 還有一些特殊的任務 遊戲裡有很多任務可以去解 這些都能拿到免費的金幣 這要不然你也可以透過 看遊戲裡面的那個內置廣告啊 現在滿多遊戲都有這種功能 看免費廣告 來領取一些免費獎勵 反正無課的玩家玩久了也是很強啊 你們不用擔心 喔對了 這遊戲 你看這裡有一個 臉書好友對戰功能 就是你可以跟臉書好朋友一起打架啊 只是我現在 我沒朋友沒辦法展示了 好不好 你們有朋友的 自己來測試一下 打爆你的臉書好友 大概是這樣啦 好 我看一下 其實這是一個滿單純的塔房遊戲的 就我們今天試玩先到這邊 這個塔房遊戲 我自己覺得他跟一般塔房遊戲 最大的不同就是遊戲的不確定性 就不是你錢多 你抽一堆 史詩 傳說的勇士 你就好像會比較強 更多的時候你需要的是運氣啊 對不對 好譬如你看我現在抽到不同的勇士 怎麼辦 沒辦法融合啊 你的對手一直抽到同一種勇士 他可以一直融合 變成高階級的 那這個時候怎麼辦 人家用高階級勇士 你就算是傳說勇士 但你低階級 還是比較弱的 對不對 喔比如說你臉很黑 你勇士怎麼抽都一直全部站在前線 站在這個前線 莫名其妙啊 然後一直被魔族打死 啊你的對手 他怎麼抽勇士都在最後面 可以有比較多的時間去攻擊敵人 他就比較吃香 所以這個 隨機因素會影響 戰況啦 就是蠻特別的 OK 那今天就先這樣子啦 大家有興趣可以來玩一下這個 瘋狂的 酷酷母 好 那就這樣子了 我們下次見 掰掰